我在2013年做了一个设计之都的台北城市设计展 我是策展人 我就邀请了一个团队来跟我一起做 这群团队当初都没有接过什么大的project 那因为我的关系所以跟我join 办了一个很大的台北设计城市展 那这个人也可以认识叫钟炳虹 他的公司非常有意思 他公司叫做Archicade 他是一个学建筑的人 然后他原来是在做建筑网站 Archicade就是一个网站 专门在报导建筑的关系 可是自从FB之后 大家对网站的依赖度就变低了 都在FB上面 可是他也因为这样成熟了 他就办了公司 开了公司都在做 他也做建筑设计 可是有一半的业务都在做策展展览的人 所以他自己是建筑师 自己也是一个网站经营人 自己也是一个策展人 所以他对于美学跟策展的论述 其实还蛮有经验的 到那边实习 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是 如何用建筑跟城市 跟其他的策展论述的人开始对话 是非常有意思 那个时候他就是在2013年 跟我合办了一个 叫做台北设计城市展 那个时候他一个小公司 可是做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是 跟我一起整合了100多个设计团队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城市设计展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我认识了100多个NGO基金会年轻的社群 这些设计团队都不一定是建筑的 有设计悠游卡的 有刚刚那个Big Issue做杂志的 是给游民的 这些人都在那个时候认识 然后Archicat就是那时候跟我合作 来做这个展 自从合作之后 他们就连续的 因为Archicat本来除了中美红 还有一个人叫格子 后来格子2015年他就自己离开 自己创了一个公司叫格式设计 两个人都在做策展 其实就把2013 2014 2015的城市设计展 做了一个很完整的认数 2016才开始又回到 你们明天开始开幕的这个国际城市展 那个时候我们就企图这个展展 不要再用海报 不要再做力强的海报 我们做了八个大桌面 八个大桌面做什么呢 把整个城市变成八种不同的认数 然后变成一个整合100多个团队 可以看他们的成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摄影师 那个时候摄影师也找了一个年轻的摄影师 这个摄影师非常非常有意思 叫陈敏佳 如果你们上网去看 他有非常多的摄影作品 非常棒 都跟城市有关 摄影师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认识 可是陈敏佳这个人你就要去认识 因为他自己办过一个东西叫做屋顶上 拍过屋顶的除了他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齐柏林 大家知道吗 看见台湾 是用空拍机去拍的 他摄影师用照片去拍 他非常关心这个屋顶叫做屋顶上 我们那个时候在做城市设计展的时候 他原来都在拍这些屋顶 后来我们在城市设计展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做一件事情是他帮我们去各个街区里面最老的工匠 最老的产业去拍他的产业的空间跟他的工匠的工作状况 所以他拍了这些 这在哪里 这是在大道成的布市 那有个专门卖布的地方 里面的一家到现在都还是一个旧有产业的 专门在帮助定做服的 一个传统的老师傅 那我们就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类的 到现在还在workable 而且是属于台湾产业最重要 那个时候我们建筑的人就没办法介入 所以我们邀请了谁 不是策展人也不是阿基K 我们就邀请了陈敏佳摄影师 用他的眼睛进到各个不同的产业去 去看待这个整个空间的关系 那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 如何用一个摄影师的眼睛 用一个策展人的眼睛 整合所有人 那阿基K会帮我很多忙 阿基K的另外一个人 也是原来在阿基K里面的同事 后来出来这个人叫格子 他本名叫王耀邦 不过在江湖上他就叫格子 他的名字叫做格式设计 也是专门做策展 他的师父 他一个跟他很好的人叫张伟雄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是一个文化创意人 他们喜欢爬山 那本来都是周末都去爬山 很喜欢吃 所以他自己会做菜 所以他在原字教书的时候 要叫他们学生 不是做咖啡shop就是做菜 然后呢 这个人后来就变策展人 那个时候就开始策了一个 我想大家因为喜欢吃东西 又喜欢lifestyle 所以他策了一个展 在半年前非常非常出名 叫做八角哲学 他是谁策的展 是江振成 江振成是台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几乎是米其林的餐厅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台湾的厨师 而且他对本土非常非常在意 江振成就找他们一起来 做一个八角哲学 是江振成为策展人 找了八个不同的领域的 艺术界的建筑界的来谈江振成在在做生活美学跟食物之间的关系 那就找了格子 你会发现他们的展览的格式 跟现在看到那些卡通展很不一样 卡通展就是做得很kawaii 可是他们做的不是他们开始对空间的建构 对每一种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建构的非常非常美学效果非常好 所以他们现在做的很多展其实都影响了现在所有的展览的模式 跟非常多人参加 像他们因为很喜欢爬山 你知道喜欢爬山也可以赚钱 蛮厉害的 因为他常常就是爬山 爬到一个程度之后 突然Samsung 三星集团要办一个展览找他们 他们说那找Samsung来做百月专辑 去山顶到各个山 爬山的山顶 去拍360度的台湾的山月的景象 然后Samsung答应 而且真的是用Samsung最好的技术 去拍一个360度的台湾的山 在山的最顶端去看到的风景 非常非常棒 那这个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本来有一个专业你有个兴趣 最后你找到一个团队是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要做的事情 刚刚好你那个部分非常专业 你对爬山很专业 你对吃很专业 所以他就找了詹伟雄 那去一起整合起来 像刚刚的Archicad 他自己本身对音乐也很熟悉 所以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他除了做测展以外 他们在做流行音乐中心 整个流行音乐的整个测展计划 他把台湾这40年来的所有的流行音乐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普查 那这些人其实都非常非常棒 因为他们建立了很多 台湾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标准 再过来大家也可能知道 在教育现在在谈教育改革 在台大刚好在做翻转教育的人 我想大家也可能都知道叫叶秉承 那其实是台大电机系的 后来他现在在台大就帮忙 在做开放性课程跟MOOC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样 就是我虽然开了这门课给大家 可是我希望给大家 给更多的人share 所以我希望好不容易我准备了这个课 我们就请开放性课程来播 然后之后就可以开放 那未来其实Google之前的总裁 他说未来会被淘汰掉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 其实是什么 老师 老师未来台套率会非常非常高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 不具有太多的启发性 只有技术性的话 其实你要念电机 你要念数学 你只要上Harvard 现在都是开放性教学 你去找Harvard或MIT 最棒的老师 你听完他的课 最棒的都在那里 所以老师会开始 被开放性教学给取代 所以课堂是在干嘛 课堂是在互相交换意见 讨论 或者互相感染的一个地方 所以未来的教育 会做非常非常多的改变 那台大的叶炳成 他就是开始企图在 在以台大为主 慢慢延伸到 他们现在在做小学翻转教育 不只是大学 转回到小学去做翻转教育 那这些人其实 我跟叶炳成只有几面之手 可是我也非常关注 他们现在在做哪些事 所以有机会 开始可以Merge 或者开始互相分享的关系 那这些人都很重要 结果非常有意思是 你会发现这些人 陈敏佳 杨士范 刚刚在讲的这几个媒体的 包括摄影师 包括graphic designer 包括做报导者的张铁志 包括一个从西点学校回来 做科技创业的人 包括做media的人 突然他们全部人合在一起 所以这件事情很好玩 没有人给他们业务 他们这几个人坐下一谈说 那我们这几个人有做开放媒体的 有做media 做动画的 有开始做这个论述的 像张铁志 有开始做graphic的 有摄影的 我们是不是在一起 办一个我们最不满 社会最不满的东西 年轻人也不看电视 都在网路上面看 可是网路上 既然网路上的受众 有这么多种 可以自由选择 那应该办一个 好的网路的新闻的 跟政治有关的 好好去谈 台湾需要什么的媒体 而且他们希望这个媒体 在去年总统大选之前 能够影响几位总统候选人 变成他们的政见之一 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 叫做政问 政问其实就在那个时候 连续有八级 就是一直到大选之前 他就邀请了八个很重要的 各种不同领域的人 来提出他的 他认为未来政府 应该要做什么事 后来政问又变第二季 又变第三季 他们其实每一季 办每一集的访谈 预算四十万 必须要四十万 那怎么办 他们这群人就开始去募款 去找这些人 一起来募款 包括还有临时政府 还有很多新创团队 关键评论网 所有东西都开始进来 所以这个时代非常有意思 这个时代 启动一个project 并不是一个业主 找你给你钱去做 是你这群人说 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他具有对这个社会 有影响力 有贡献 聚起来以后 而且大家都是专业 这几个每个人都超级专业 大家都专业集起来以后 才去募款 才去找业主 如果有人开始同意你们 就开始钱就会进来 所以钱不是重点 是你要把那件事情做成什么样子 那证问我们一起都有看 我们当初还可以建议一些 一些讲者 看看他可以讨论哪些题目 因为他会要求很多人 认识的人给他一些 现在台湾最需要的题目 去做讨论 然后这个证问的 最主要的做media的整合的人 就叫罗生俊 那这个人是怎么出来 这个人以前在哪里 根本在娱乐媒体 在HBO 他原来在做娱乐媒体 在做动向的 所以原来是一个完全私有企业里面 很技术性在做media 在拍film 在做动画的人 后来他红起来 在什么时候红起来 罗生俊这个人 今年跟我一起去红点当评审 那红点今年只找三个人当评审 一个是我是空间类的 一个就是Jonathan 就是在做这个video的 film的 另外一个是澳美 专门做品牌的 大家都知道澳美 Jonathan会红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他刚刚开始做的媒体 HBO全部都是国际媒体 后来他接了一个project 这个project改变了台湾的 很重要的社会 叫金曲奖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金曲奖在三年前突然 每一个小小的clip 都找一个人拍一部片子 拍得非常有设计感 包括金曲奖的logo 也做得非常有设计感 所以当初一下就红了 所以他因为开始做media 他开始做所有的这些公关 所以他觉得视觉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那时候冒了一个险 找了十几位很会拍video的人 每一个人拍一个小的短片 当作是金曲奖的过场 结果就变得很红 后来他又变成金曲奖以后 他去做国家级的一个很重要的盛会 是一个国家的设计奖叫金典奖 他去接了那个project 之后他就开始跟这群人在一起做证问 所以你会发现从一个私人的国际媒体 变成一个政府给他的几个国家型的event 最后他干嘛 他是用民间启动跟这群民间的人 开始来set up一个 反而是要在建议政府 或是在政府的对立面 要当作一个公共舆论平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他们就集结了包括他冯宇 台湾有几个非常重要的graphic designer 一个是自由落体 陈俊良 他在那边做过事 又在p-paper 小小一本不到一百块的 他在那边做graphic 后来他自己在做一个if office 就是刚刚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找他来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会意识的 有两个年轻人很具有社会意识 一个叫冯宇 一个叫聂永珍 那这些人就开始都在合作 做一些不同的graphic的关系 他刚开始做的都是跟这种 视觉性非常非常强的 做中国古文屋 做graphic都做得非常好 很成熟 他后来帮忙做了很多是跟城市视觉有关的 就是跟生活 lifestyle 跟城市视觉 所以你看这些人其实到最后都走在一起 那我会特别在介绍这些人是 我认为这些人每一个人都做一点事情 可是他们都在改变一点点台湾的 不管是美学的 城市的 文化的 政治的都在改变这个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应该跟大家很有关 非常非常有关 也是一个建筑人所建构起来的 他其实是淡江建筑系毕业到MIT去念建筑 后来念到博士 从他淡江建筑出去的时候申请到MIT 那个时候淡江升级到哈佛MIT 因为那时候我在淡江教书 我的学生升级到哈佛MIT的人非常多 他念了大概六七年 念到博士的时候 突然发现台湾去这些学校的人急剧的 几乎是直线式的往下降 第一个台湾的很多年轻人 爸妈开始没有那么多钱 第二件事情是 现在的这些IPD的长春城的学校的英文 要求越来越高 台湾的英文没有那么好 第三件事情是 现在所有的申请学校最优秀的人 都来自于中国 韩国人也很多 所以台湾人的比例就会慢慢慢慢缩小 所以他就一个一念之间 他就说他在那边看到 所有台湾的学弟妹越来越少 他觉得 而且大家都是同学会 各科系的都在美国的留学生 大家都聚在一起 他说我们美国的这边留学生 既然都可以申请到IVD的 这些长春城的学校 应该帮台湾现在的 还在念书的同学先忙 第一个鼓励他们尽量出国来念 第二个是教他们怎么申请学校 教他们理解各科系在干嘛 因为很多台湾 连对方的欧美的各科系 在做什么事都不晓得 所以他就成立一个IOH系统 叫做世界个人经验分享平台 刚开始他是找他MIT的同学 说我们每个人拍一个小小的影片 数学系的 工程系的 电机系的 医学系的 建筑系的 各自讲各自在申请学校的过程 还有你觉得要重要的东西在哪里 之后他们就跟美国其他学校都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如果你对于想要做这个事情的影响力够大 所有人你问他说你要不要join 大家都觉得我要join 所以IOH后来就在跟台大合作 所以他是从MIT完了以后 他就本来MIT博士念得好好的搬回台湾 然后就开始跟台大合作 在台大建立一个台湾的各个大学的一个平台 然后邀请了非常多的大学生研究生 开始来share他申请学校跟他念书的经验 经验分享 那是一个很好的分享平台 那这个分享平台就是开始发展完之后 其实天下杂志就报导他 这个人叫庄志超 原来学建筑的 就曾经在中正纪念堂那个大广场 办了一个叫志气 那这个志气其实是他想把年轻人所有的经验 全部都链接起来 所以到今天为止你们都 你只要在FB打到IOH 你就可以进到那个分享平台 你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 还可以看到非常多的video 告诉你你想要念哪一个科系 你希望怎样分享 那这个志气是怎么办起来 因为他回来之后没钱 他很想做这个事 刚开始只不过是一些年轻的研究生 开始做的很多video而已 后来他想把这个平台变成很多workshop 他开始找了很多志工 他就把他自己的宿舍分享出去 就变成志工型的空间 可是他需要钱 他才能够upgrade 所以他就申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Johnny Walker Johnny Walker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叫Keep Walking的奖学金 一年一百万 他就申请到这个梦想资助计划IOH 如果你们未来有什么计划 你觉得很够伟大 你够年轻够没钱 那你应该去申请这个Johnny Walker 因为他的上一届拿到Johnny Walker 就是我们博士班的简志民 他用了一个叫义足计划 所以当初要去做义足的时候也是没钱 所以简志民他除了秀他的博士班 我们就push他说你要不要去申请Johnny Walker 他就申请Johnny Walker拿到那一百万 不过早就用完了 然后这个IOH也是一样 他那个钱早就烧完了 因为他就找了很多义工来做很多production 可是有意思就是说 其实慢慢的有很多企业也愿意赞助 像我们的义足计划 其实刚开始烧钱是因为他把这个实践的东西做起来 可是慢慢的很多企业只要我们打一通电话 很多人也会捐钱 因为你做的东西其实有一定的社会贡献 因应的影响力 所以公共性非常重要 社会启动性很重要 大家都在看你到底能够启动什么事情 那装置操作班是一个非常用力的 所以他们IOH就开始建构了非常重要的一个FB 跟他们的网站平台 这建议大家一定要上 因为这跟你们未来求学跟找工作 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关系 也有一群荷兰回来的学生 回来发现荷兰的城市 因为荷兰的规模跟台湾一样 差不多都是那么小 那荷兰的资源也不丰富 所以他们去荷兰以后发现荷兰为什么做事可以这么干净利落 他们的城市设计 他们的城市治理 他们的social housing 他们的景观 他们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这么的棒 而且这么有创意 所以刚刚看到那个田田圈那三个人就荷兰回来的 另外还有一批新的荷兰回来的人 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个叫何事生非 都在谈荷兰的政治 荷兰的城市 城市治理 荷兰的公共平台 荷兰的创业 荷兰的social housing 对我来讲这几个人论述力很好 所以我常常会上去看 如果你们上网去查何事生非 你会看到他们的报道是一系列的 我常觉得网路对我来讲实在太重要了 对我来说网路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平台 这平台除了去认识我该认识的重要的人以外 其实网路有非常多的重要资讯 所以我今天会跟大家share就是重要的人跟重要的事 因为那些会帮助你非常非常大 会让你很多事情可以一下就跳到另外一个位置去 何事生非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网路 第二个我觉得很好的FB的就是要forward Taiwan forward Taiwan也是我认为很值得去看的 原因是什么 台湾都在谈创业创业 可是台湾的创业坐在一起大家就会同化 因为台湾要谈创业的时候 你有个小小idea就一进来 80%都是跟你一样的背景一样的年纪 所以创出来的那个业都是假的 那个都不够powerful 我实际上说一个好的workshop 好的一个创业的这种chemistry 最好是回头看看这群人 如果有40%是国外的人 是跟你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 那个创业的成功率会加高 因为每一个人在想那个事情的逻辑跟方法都不太一样 如果创业的人都是一群年轻想要创业的 90%都是同样年纪同样长相的人 可以当作创业资讯 真的要创业大部分都是失败的 因为太同质 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台湾最需要的是什么 台湾最需要的是最好台湾的环境里面有40%以上 搞不好更多都是外籍人士 白领阶级 白领阶级不是要来跟大家抢工作的 白领阶级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创造工作的 我们说创造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蓝领阶级基本上你要保障蓝领阶级的工作权 那是一定要的 可是白领阶级是一个创造工作权的 这其实最大的影响是我们这群人 因为我们这群人其实要理解我们未来的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更该关心的事情是我的对立面的你们 因为你们更应该知道你们未来的挑战 怎么跟外部的人做链接 那Fore Taiwan是一个非常好的链接关系